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任长有华 今天台北政坛发生一件大事 这一件大事就是说 国民党最有希望的无论是 侯友宜、郭台铭、朱立伦 甚至于包含卢秀燕 民调全部输给了 耐心的 就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 我们两个来共同讨论 欧教授好 欧教授好 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国民党为什么会考到这个地步 民调赢两位数 现在已输4% 来回之间 大概是将近输掉了20% 20% 所以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 朱立伦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 难道是真的跟南投败选是有关吗 那其次我们就必须讲 因为现在三家做的民调 都认为侯友宜 可能会输 所以我想请问欧教授 对于这份民调的出现 因为不止一家 已经三家都有了 我想请问一下 朱立伦为什么会搞到这种地步 朱立伦他搞到这个地步 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只是现在才面对出这个实况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民调应该是早就是 这个结局 现在国民党是不得不面对 这个事实如此而已 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主要是朱立伦实在是 把整个局脱了 已经是太难看了 所以大家对于不断的端的 弄水脚 或者是不断的唱旧个戏 而且不断的是歹气脱红 让大家已经是完全受不了了 有话歌 的确 我们现在看到这份民调 胆战心惊 甚至于连新北他都输 侯友宜的本命区他都输 包含卢秀燕的台中市那也输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国民党口口声声讲 最强的两个人 一个是侯友宜 一个是卢秀燕 那这两个地方他都输的话 你认为朱立伦 他的戏还要唱吗 或者是唱得下去 还是唱不下去 欧教授 我认为这个戏呢 是真的已经几乎是唱不下去 大家呢 只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因为呢他端不出新的菜出来 所以事实上他原来所说的谁强谁弱 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而已 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国民党呢 都是弱的 不管是侯友宜或卢秀燕 摆在秤盘上一看 马上知道一句话 是驴是马拉出来溜一溜 我就知道了 过来溜了这么一溜 完全是进不起考验的 因为你必须进得起考验 才知道能不能胜选 现在大家知道啊 这些把他摆到秤盘上去 是一个都没有机会胜选啦 有哈哥 的确刚刚欧教授他谈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国民党内部一直认为哈 我跟欧教授两个人天天都在唱衰 就是说朱立伦认为说 他们从2022一直赢到现在 赢得那么漂亮 除了林明珍以外 那他们就是认为说 这种事情可以拖下去 但是没有料到 所有的民调一败涂地 那就民调当中他显示的意义 就是说我还是想请问欧教授 稳赢的地区为什么现在都输 难道是侯友宜不表态 还是朱立伦的因素 欧教授 既不是不表态 也不是只是什么朱立伦的因素 最主要是国民党所端出来的人选 让人家很难有所期待 而且感到他是缺乏魄力的一群人 同时这些人端不出任何新的牛肉出来 也就是说你面对这样的大局面 以及面对整个台海或者是金片大战 或者是中美贸易大战的这种格局之中 这些人让人家看穿了手脚 就是只想要占位置 可是没有任何国际视野 没有任何观点 甚至也不会给人家有任何期待的感觉 但一旦没有任何期待 那你当然民调就低了 这其实有些时候 也可以把它当作像是爱情这样的观点看 因为选民往往和候选人 或者说政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代表 就像是谈恋爱一般 如果没有的激情 那民调当然就低 那怎么样才会有激情呢 他必须对你所散发出来的观念 或散发出来的能耐 有所期待 那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了 是选民对于目前这些人 摆到称牌上去是缺乏期待的 有话跟 刚刚欧教授讲到一个重点 他们既没有国际观 然后对于选举 他们是认为他们是老太爷 你人民选民当然要支持我 那最重要的是拖到了现在 那选民为什么对朱立伦也好 对侯友宜也好 已经完全没有期待 那很多蓝营的民嘴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 现在的民调只是一时的 那个是效应 那个是花开效应 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在过年前 稳赢的态势到了过年后 一系突变 那刚刚欧教授他也讲 对于蓝营的政治人物 没有什么期待 那我想问欧教授一件事 为什么蓝营的民嘴 现在通通都不再讨论朱立伦 或者侯友宜他们这些人的问题 难道蓝营的民嘴 也要准备棄手了吗 欧教授 因为你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我先简答一下 很简单 一旦讨论你的朱立伦 马上收视率就降低 谁喜欢自己面对收视率 要降低的局面 以上报告 对 刚刚欧教授讲到了 朱立伦收视率都非常的低 况且也没有人愿意谈到他 是朱立伦拖垮了国民党 还是说国民党拖垮了侯友宜 那这一段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进行第二段 谢谢